接著我們要開始上水圈 第一個是水的分布跟水循環 第一個是地頭的外觀 看到它有藍藍的白白的 我們習慣上說 藍藍的就是大海 其實有點小問題不過你就懵管 你就當作藍藍的就是大海 白白的就是雲彩 然後呢 就會發現地球上有71%的面積是被海洋所覆蓋 這也不用被啦 也不用被 海水佔表面積很多就可以了 然後呢地球是一個很特別的星球 它的特別在於它有兩個別的星球 不太有的玩意兒 不太有的東西 第一個 它有液態水 液態的水喔 別的星球要嘛就沒有水 要嘛它的水就是氣態或者是固態 但是我們有液態水 有液態水 有液態水 然後呢我們還有所謂的元素氧 就是不是氧化銅的氧 不是氧化銅的氧 不是已經變成化合物的氧 是元素氧 所以它可以去跟別的東西作用 因此這兩個東西為什麼那麼特別 因為它全部都跟生命有關係 它跟生命有關係 地球上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 非常酸 非常鹼 非常熱 非常冷 壓力非常大 你認為那裡不會有生命活得下去的地方 我們都發現了生命的蹤跡 這些地方的共同特徵就是全部都有液態水 對液態水非常的重要 對生命存在很重要 因為有元素氧 所以可以發生氧化還原反應 可以讓有一些可以產生能量 可以活下去 所以這兩個物質都對生命的存在有很重要 我們地球上有別的星球少見了兩種物質 液態水跟元素氧 那麼其中 水這個東西很特別 它是地球上唯一可以三項存在的物質 不需要人去動它 就有固體的冰 就有液態的水跟氣體的水蒸氣 因此就會造成我們後面會比較的所謂的水循環 水循環 所以它地球上唯一可以三項存在的物質 同時 比化老師有膠 它有很高的氣化熱 同時 它也有很高的比熱 很高的比熱 而且 它的固態的時候會捲 潔面的時候體質會膨脹 密度會變小 所以浮在上面 這些隆隆種種的事情加起來 造成一個現象就是 它可以調節地球的熱 就是它會吸很多的熱 溫度不太上升 放很多的熱 溫度不太下降 然後它就可以靠著吸熱放熱 把能量輸送出去 到世界各地去 所以它可以調節地球熱 你們在地理上有學過什麼 什麼海洋氣候 什麼蛙溝地中海瓶氣候之類的 就是靠著海水的一些調節能量的作用所造成的 同時 水 它可以溶解非常多的物質 好 不管是有機的無機的 它很多都可以溶解 因此造成所謂的 自浸能力 這個我們現在不教 以前有稍微帶一下 現在沒有 就是說 我自己把自己變乾淨 我受到了汙染以後 我透過一些作用 譬如說加水喇喇 譬如說 那個蒸發什麼的這個過程 就會讓我變得比較乾淨 叫做所謂的自浸能力強 OK 就是 水的一些特質 這 叫水圈 這些都是水圈 河流 湖泊 沼澤 冰川 地下水 我們通通就列在我們稱為的水圈 當然大海變多啦 只有一個水 我們不放在水圈討論 空氣中的水 那個放在氣象討論 所以其他都叫水圈 其他都叫水圈 河川 湖泊 什麼什麼之類 都叫水圈 然後呢 就是各樣水體的比例 你也不用特別背 然後呢 還有書上寫的比例不太一樣 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太鹹 基本上海水不能喝 太鹹不能喝 冰川 太遠 你除非是艾斯基摩人 尼泊爾人 不過冰川對你而言 沒什麼屁用 南極的冰川你用不到 一般人就太遠 拿不到 所以他們都不算是 平常人能夠用的 所謂的水資源 我們平常人能夠用的水資源 就兩種 一種叫做地表水 一種叫做地下水 地表就是河水跟湖水 河水跟湖水 地下水 所以這兩個才是我們 所謂的水資源 兩個加起來 大約佔了0.4% 約是256分之1 大約是250分低 大約是256分低 以前各位有個活動 在哪一塊蛋糕 最好找那種長條的蛋糕 比較好做 幹嘛呢 哪一個蛋糕 代表全面的水 切一半 二分之一 再切一半 四分之一 再切一半 八分之一 總共切八糕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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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切完那八分之一的那一片 就是你可以吃的 就是你可以吃的 誰吃的 誰吃的 就是你可以吃的 透過這個活動到處 雖然你覺得到處都是水 可是你真的用的水怎樣 很少 你真的用的水很少 那這裡面水比較多 地下水比較多 地下水比較多 還有一個更悲慘的事情 總共是 你萬一把河水弄髒了 補水弄髒了 補水弄髒了 誰可以給你乾淨的水 大氣 空氣的水蒸溜過了 蒸溜過了 乾淨 多少 百分之一 三分之一 萬分之一 十萬分之一 只有十萬分之一的 可以給你乾淨的 你如果把河水弄髒了 你把補水弄髒了 誰可以給你新鮮乾淨的水 空氣 空氣的水只有十萬分之一 水要告訴你 你把它弄髒了 你的麻煩就 大 然後就大 然後給你乾淨的水量非常的少 就這樣 因此 你要背 最多水什麼水 海水 最多淡水什麼水 冰川 多兩個字 最多淡水 支援 誰啊 地下水 很好 我們 南亞國中 討過一段 討過 全世界的淡水 最多以何種狀態存在 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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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川 好 是造詞放亮一點 最多淡水 冰川 多兩個字 最多淡水 支援 地下水 OK 好 記得這要背 我會再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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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要水循環 這個理論上 地理交過了 生物也交過了 然後天爺 下雨 下水 下下來 下到地面上 地面亂爬 叫淨流 震到地下 叫地下水 然後受太陽曬一曬 就開始蒸發 葉片上的叫做蒸扇 然後到天上就凝結 變成了雲 就是水循環的過程 所以水循環三步驟 古時候就交過了 叫做 蒸發 凝結 降水 叫水循環三步驟 這個古時候 生物跟地理都交過了 水循環三步驟 蒸發 凝結 降水 要寫降水 寫降水 才是真正有學問的寫法 專業的寫法 不要寫降雨 因為老天爺下來的水 不見得是魚 因為老天爺下來的水 蒸發 凝結降水 水循環三步驟 水循環 可以 來 這個講義沒有 你也不用背 我告訴你水 但是我們很好的 心中暗爽 30秒的是 學測考慮題 跟它有關係的 好 來 陸地 海洋蒸發 84個單位到天上 蛤 蛤 降回77個單位 有7個單位 飄到陸地 陸地 增發 蛤 16個單位到天上 下來 蛤 23個單位 蛤 下來23 上去16 是因為有7個單位流到 蛤 大海 蛤 這個動畫的目的是要告訴你 透過水循環這個過程 我可以輸送水這個物質 可以輸送水這個物質 學測考慮那一題叫做 請問你 河流大陸地的水 河流不斷的滾滾的水流進大海 為什麼大海的水不會增加 因為它會怎樣 蒸發 它會蒸發 超級恐怖難對不對 所以 這個動畫告訴你 透過水循環 我可以輸送水這個物質 把水從這裡送到這裡 送到世界各地去 水循環除了可以輸送物質 還可以輸送能量 輸送能量 好 海水比熱大 可以吸好多的熱 溫度不太上升 也因此它有吸了好多的熱 溫度不太上升 保持著地球的穩定 等到它蒸發的時候 你把熱怎樣 送出去 再把它吸上來 凝結就怎樣 放出去 你知道嗎 所以 這個是學測考過的題目 所以當我的水蒸氣到天上 凝結會怎樣 放熱 它凝結放的熱 就是大氣劇烈 天氣變化的能量來源 比如說颱風 未來教颱風再講一次 它需要很多的水 因為水氣凝結會放很多熱 所以這個過程是要告訴你 水循環的過程可以輸送能量 蒸發 吸熱 凝結放熱 可以輸送能量 所以透過水循環 我可以輸送物質 輸送能量 好 李白 將近久 黃河之水 天上來 奔流大海 不復回 高堂明鏡 悲白髮 昭如青絲不成雪 人生得意虛靜歡 莫許金尊 風潰月 下一句名為 天生我才 必有用 千金善盡 還不來 來個清杯下去 好 以前的課本的題目 問 誰對誰不對 黃河之水 天上來 甘丟 奔流大海 不復回 甘丟 請問你 它對還是不對 停車戰界問 因為想要和我照的小姐 來幫你照一下 2號 No.2 轉回來 來 2號大捷 黃河之水 天上來 甘丟 對或不對 為什麼對 為什麼不對 你弄什麼 你弄什麼 蛤 算對吧 那為什麼對咧 不是這樣講 然後 勞你一命 不是因為它蒸發醬 不是這個意思 請坐 因為 黃河的水 黃河的源頭 在什麼 花岩下在什麼山 然後呢 什麼 雪水融化 然後給它 所以 雪是天上掉下來的 所以 黃河之水 天上來 是對的 分流大海不附回甘丁 喔 分流大海不附回甘丁 分流大海不附回甘丁 換個帥哥男 帥哥男 帥哥男 37號有嗎 沒有37 就說女生 男生 26 26 26 大哥26在哪裡 26誰啊 帥哥很好 鏡頭不用動 來 不會喔 不對 為什麼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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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就感覺不對 感覺對了就對了 感覺不對就不對 嘿嘿嘿 坐 水會循環啊 會有蒸發 凝結 降水啊 所以水會循環不已啊 所以不對啊 所以會回來啊 所以會回來啊 好 因為水可以到處再蒸發 然後再凝結 然後再降水再回來啊 因此呢 我喜歡說一句噁心的話 很久以前恐龍撒了一泡尿 然後呢 掉下來 被他蒸發 凝結 這樣子 在千萬年後 就會被你噗噗噗噗的 喝下去 你小時候不乖 隨便亂吐嘎 阿咪 就是我的地藏 然後這個潭的水 就蒸發 凝結 醬水 在你15歲的時候 被你噗噗噗噗噗的喝到 腹子離去 很快 所以 因為我跟你說過了 我知道你講過了 扣掉少數例外 不管 全地的水 不增加也 不減少 重複的循環 使用 稱為 可再用 是遠 所以你現在 喝的水 可能是恐龍 撒的尿 你小時候亂吐痰 幾年後 就被你吃到肚子裡去 就這個意思 OK 水循環 那這個數字呢 就看看就好了 全世界有這麼多的河水 流到大海 流過去要12天 有這麼多的水氣 下下來下這麼多 全部降下來要10天 全部做這個海水 蒸發這麼多 要全部蒸發光要3000年 然後用這個來 以前愛考 現在不愛考 就是完成一次水循環 要1000多年 但是3000嗎 因為不會所有的海水都進入水循環 過程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1000 完成一個水循環要1000年 但是停留在河流只有兩個禮拜 因此以前愛考 整個水循環的過程 主要停留在何處 大海 這個看看就好了 以前愛考 現在也不愛考了 而且這個胡亂的 這個是用全世界這麼多的河水 這麼多的海水 都只能平均算出來的 但是現實生活裡面 一個水循環可能要十萬年百萬年 可能只要幾小時 有一個雨水下下來 盛到地下變地下水 這個地下水要重見天日 再被蒸發可能是十萬年百萬年以後的事 夏天的海邊 夏天海邊的山坡那些地方 早上起來太陽一曬 水蒸發到天上 凝結變雲 然後下個禮拜 就回來了 這樣只要幾個小時 就完成一次水循環 所以現實生活是可以長到百萬年 可以短到幾小時 所以並不定是這樣 OK 需要做停留的時間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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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